关棠,你跟秘密的情况不一样 况且我早就跟你说过 不听我的话,结果会是怎么样 事已至此 我也只能说 我帮不了你 Sirena,您最擅长的就是危机公司 她被人拍了裸照 好久不见 来,西瓜来了 谢谢 尝尝 好甜 唐唐 你的手怎么弄的 热水烫的 疼不疼啊 死都死过了 这个 唐唐 你还好吗 哦 我还好 我就是手有点痛 那我们先去一趟 你家门口的诊所吧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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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别到时候和我一样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关小姐 我知道你很难过 宗盛的过错 我们会尽量 弥补你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给你买啊 我想吃西瓜 我说我想吃西瓜 好啊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 好 当然好 过一段时间 咱们从长起 可是我不能再等了 唐唐 你听我说 现在这件事情 你正处于风口浪尖 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会更糟糕 所以 你听我的好不好 秘密姐 进攻是最好的方式 遗传性的哮喘症 你这么大很容易出人命的 关小姐 算了吧 自己坐 我去上个相机 麻烦关小姐 在这份合同上面 签个字 再按个手印 也就代表 您愿意和我方达成 屏外和解的心 公关了 你想想办法吧 危机公关 是为了那些 上有公关价值的事情 服务的 不是我泼冷水 关唐的演艺事业 已经完蛋 怎么会呢 有您的帮助 唐唐的事业 就不会结束 我跟你讲个故事吧 我认识一个朋友 二十六岁的时候 他辞掉工作 说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组建了一个乐队 结果作品也是 这个世界啊 还真是有钱 能使鬼推磨 本来我还以为 我和别人不一样 走这个道理 你不会不懂吧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 秘密姐 你是觉得自己 没有这个本事呢 还是怕被我 滥下这趟浑水 唐唐 你也太小看我了 如果当初不是 你救了我 恐怕今天我也是 宗泰的受害者之一 这个恩情 我闺蜜一定会 报答你的 那就帮我 好 自己和自己 同生共死 所以啊 坚强 快乐 幸福 独立 我们 缺一不可 你的说教好烦啊 那我还是谢谢你 教会了我这么多道理 不客气 不过唐唐 我一直没问你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要回娱乐圈 拿回属于我自己 就是被热水烫的 护士 麻烦你 可不可以 换一个温和一点的药膏啊 好吧 那我去帮他换一个清凉型的 谢谢 你们稍等一下 可以先看会儿电视 好像 真的很严重啊 本台刚刚收到一条时事新闻 据警方确切消息 这种事情方的现在 也不一定就不可宽恕 斯瑞娜 那您的意思是 您愿意帮唐唐了 我帮不了他 能帮的 只有他自己 谢谢你 不用谢我 你应该谢谢你自己 你是一个天生的好演员 12天的时间 警方认定其为蓄意潜逃 并正式对其发布了 选长通缉 老red 老大 我曾经怨恨过我自己的出身 因为我的世界里 总是充斥着各种不如意 生活给予我的只有垃圾 但是是你鼓励了我 你告诉我 决定坚持下去 然后呢 三十四岁 他欠了十几万的债 他父亲重病已经去世了 秘密 你是一个聪明人 不要妄想着 鼓励一个没有希望的人 生活不是童话故事 免得到最后 他还会责怪 是因为你的支持 毁了他 Sarina 我谢谢你 好疼 你的灼伤这么严重 不像是被热水烫的 你很受伤 你不知道 你要是知道的话